现代启示录 带您看见台湾新思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伟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说起太极拳 你应该会立刻想到 武当派的开山祖师张三丰 只是这一位在金庸小说里 武功盖世 内力深不可测的绝顶高手 真的就是太极拳的创始人吗 太极拳演变到近代 出现了不少武术宗师 其中将太极拳套路 简化普及 广泛流传的关键人物 首推清代武术家杨露禅了 杨露禅师从陈家沟陈长新 但是相传陈家全不外传 当年杨露禅不惜庄雅 行起才有机会偷全学艺 这是真的吗 据说杨露禅有一招 让手中小鸟飞不出掌心的绝技 这招鸟不飞的真相又是什么 请看资深记者王卫京 陈维佑的深度报道 都说天下太极出武当 太极拳源起果真始于张三丰吗 在正史里面并没有谈到张三丰呢 创立了这个太极拳这件事情 太极武学有何绅士之谜 近代太极又有何启程转和呢 东东河就写一副对联 称赞杨露禅积压群秀 他的功夫就是太极拳的威力 正积压所有的人 杨露禅的学权始末 要从这里开始说起 杨露禅他是1799年出生的 杨露禅一开始学权的动机呢 真的是正在于陈长兴的功夫高强 陈长兴的陈嘉全有一个规定是 全部出陈嘉宫 就是陈嘉人自己学 但不见得是陈嘉宫啦 就不准传给外人 为什么呢 因为武术是一个门户 身建非常重的情况 在当时古代社会里面 不只武术 像是文学都有 那派别分得很多 那陈嘉全就希望这个权 能够留在陈嘉 不要外传 那不外传你要想学就很困难 所以他在被拒绝以后呢 就用这种装聋作哑 当行企的那种方式 就是成功地打进到陈嘉里面 可是没有办法学权 没有办法学权 他就用偷权的方式 这是武侠小说影视剧中 广为流传的杨露禅偷权桥段 杨露禅假装哑巴乞丐 混入陈嘉偷学武艺 只是杨露禅师从陈长兴 却有此事 但其余情节都与史实 有这不小落差 河北永年呢 就是杨氏太监权的发源地 杨露禅就是永年的人 那很长时间都住在永年 那我要引述永年人的说法 其实杨露禅家里呢 在永年是开煤矿业的 爸爸为了他见多事故 把他请去一家粮行 去做活剂 然后呢 这个粮行对面 正好就叫泰河棠 泰河棠是由陈家沟的陈姓族人 来永年开这个药铺 当时陈长兴因为走标 押送了很多珍贵的药材到泰河棠 于是杨露禅就有机会 认识了陈长兴 乃至于拜陈长兴为师 那往后十几年的时间呢 杨露禅就随着陈长兴 在河北河南这一带走标 陈家在陈家沟 本身就有了炮锤这套泉路 有人说陈长兴所学的泉术呢 是由祖上陈王庭传下来 那又另外一说呢 是陈长兴打的并不是 祖存了炮锤 而是由蒋发来教他的 特殊的泉术 而当时这些特殊的泉术 都还没有叫做太极泉的名字 都是叫做占泉 黏泉 黏泉 都只有其他的名字 那么太极泉之名从何而来呢 是否与这位武林至尊 有所关联呢 张三丰其实他是一个存在的人物 可是他是介于这种 神话般的人物的存在 他的世纪是很缥缈的 很难理解的 那为什么说张三丰 是太极泉的这个祖师 这主要是清朝初年的时候 黄中熙他在这个为一个将军 做一个木志明的时候 叫王征南 木志明 在里面呢他就说到说这个太极泉 是张三丰所研发出来的 从此以后就是太极张三丰 就挂在一起 后世的武侠小说 或者是电视电影里面呢 都会去演绎这一段 说张三丰创立了这个太极泉 所以天下武功出少林 但是天下的太极 也都好像来自于武当 就是变成武当的太极泉 就这样有名 可是在历史上面来讲 是没有谈到这件事情的 这样的传说呢 其实中国呢 三百六十五行 行行出状元 行行都有各自的祖师爷 所以说太极泉要奉个祖师爷呢 张三丰起来是一个最方便的人物 太极泉并非武当张三丰创始 甚至缘起已经不可考 但是太极泉的流传轨迹 可以从这位名代名将的著作里 找到写蛛丝马迹 《七季光》里面的绩效新书里面 说写的这个拳经 它实际上是为军事用途 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晋升搏斗 最有效的最有效率的一种进攻的方式 它就是长拳 那这个长拳方式呢 其实它是搏斗用 在陈家沟的陈家 在他们的祖谱里面 就认为是陈王廷 创立了这个陈氏太极 那陈王廷是跟这个李延 还有李仲兄弟 他们就是同一脉的 一起从《七季光》的这个拳经里面 就是去得到一些启发 那么这套拳书又是如何被定名为太极拳的呢 太极拳用太极这两个字来当作拳书的名字呢 永年人的说法是杨露禅跟着吴允湘 到了北京到了白云冠的时候呢 跟白云冠的道长有了一些交流跟互动 然后也看了王中越写的《太极拳论》 那看了王中越写的文章之后呢 就觉得用太极这个名词 来形容目前他们用的这个武术 是最恰当不过的 所以他们认为说 把太极来灌在武术上面 是在杨露禅跟吴宇湘 去了北京的白云冠之后 所领悟到的心得 那当然这是河北永年的说法 但不见得是广为接受这个说法 他有一个功夫就是 他的脚下那个立装很厉害 他有一个绰号叫排位大人 什么意思大家打他都不会倒 他的招式是因为大架 就是我们所谓的实战性的 一般会认为城市的太极拳 是比较刚蒙有力 所以比较偏向外加拳 看清楚没有 这招向野马分钟 野马分钟 杨氏太极拳呢 缓慢 舒展 大方 看起来好像比较适合 年纪大的朋友来学习 那其实呢 真的练到骨子里的话 一样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杨露禅朝夕苦练 寒暑无鉴 习得一身太极本领 他融会了城市太极既有套路 加入自己的领悟 据说杨露禅有着一招 精妙入围的掌中绝技 爱及杨露禅 有鸟不飞的绝技 麻雀在他的手里飞不起来 是因为无处借力 而这不禁让人联想起 金庸神雕侠侣里的 这个经典片段 我们看金庸的小说 这个小龙女在教杨过 抓这个麻雀 她是把麻雀放出去的 把麻雀放出去 然后用她的这个巧妙的手法 让他们飞不出她的掌握 也就是鸟飞不出去的原因是 它可能被很多只手 很快的给拦下来了 可是杨露禅的雀不飞是 放在手掌上 要让它飞走 它飞不掉 金庸写的时候 可能把她的这个功夫 来跟那个小龙女的原型 把它放在一起 这张鸟不飞 究竟只是夸大虚构的 武术传说 还是真能靠苦练太极 练就而成 在太极拳论里面呢 有一句话叫做 一语不能加 迎从不能落 当然这可能是一个传说 只不过说 用它来说明太极拳的听见 变成是一个 很恰当的一个说法 杨露禅之所以 能够把太极拳发扬开来 与他接下来的经历 密不可分 学成之后 杨露禅败别陈长新 经亲友引荐 到北京授课 只是他并非教拳 而是教书 当时有一个酱菜行 姓张的老板 想为他的两个儿子 找个师傅 教书师傅来上课 杨露禅到了张家以后 张家这个老板 就是这个东家也没有看得起他 对他很满呆 杨露禅曾经就是在这个饭桌上 于是亮了他的本事 最后经服了这些人 小隐于也 大隐于是 杨露禅身怀绝技的消息 很快地传了开来 甚至传到了端王府里 端王府的一个王总管 王南婷王总管 王南婷本身也喜欢功夫 所以他一试 杨露师傅你太厉害了 我就把你推荐到端王府去了 小说里面就写说 因为在王府里面 端王府里面工作 然而像杨露禅席权的 都是些皇族子弟 身骄肉贵 哪能承受散手搏击 蹦蹿跳跃等高难度动作呢 杨露禅一想 对啊 你们来学功夫 也不是为了打架 这样好了 我就把改良 改成由内功 动作很小 小架子什么的 只是这段太极拳史 仅能将它视为野文异式 因为不仅史书上并无记载 端王载衣与杨露禅 也存在着时间差异 杨露禅是否在端王府 教权这件事情呢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年表 杨露禅过去那一点 是七十三岁 而当年以端王的年纪来说 他也不过才十六岁 所以端王要请杨露禅 去王府里面去教权 这件事情听起来 其实有一点点牵强 那么相传光绪帝师翁同和 顺赞杨露禅武艺 所提振的对联呢 可有考证呢 所谓的翁同和写这个 手捧太极振环语 胸怀绝技压群音 以这样的一个句子 翁同和写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翁同和写的比他会更好 这个对子很一般 很口语化 很一般 不像是一个帝师的风采 翁同和是一位习才 或说是一个乖胎 因为他每天都在写日记 他的日记呢 有七十二册 那么喜欢杨家的 太极学的传人呢 他就真的很认真去翻 翁同和的日记 可是却找不到 这一段的记载 这些东西呢 有很多传说意识和演绎 我们也无法一一地去考证 但有一个东西是杨露禅 被近代武术史称为杨无敌 号称杨无敌 一生与人交手无数 据说母有败机 杨露禅诸多世纪 不见于正史记转 却在武林中人回忆 与武侠小说中百花齐放 尽管或有渲染烘托 花大其实 但也印证了 先要能沉井 后才能添花 请不吝点赞